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是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其實講到這一道來說 有些人對民主黨非常失望 這一道我突然間有一個想法 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特別是民主黨或者以前會點 前線這一班人 他們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搞民主運動 搞了二十多年 不單止一字無盛 甚至是越搞越頹 越搞越不行的話 會不會他覺得這一次這個區議會方案 或者民主黨方案 作為他們將來死了 日本才都可以對著祖先的一個做法呢 首先我回顧一下香港民主派 就是等於民主黨的法績 香港的民主派始於1988年 就是所謂八八直選 在之前都有零零星星的改善權益 或者爭取一些改革的活動 運動的 比如說公屋運動 監管公共事業運動 這些都有的 這些在當時一個這樣的社會裡面 他們擔當做一個為弱勢請命的角色 我們是不會抹殺他們的 由這樣而孕育了 要爭取民主 也都不能夠說他們不對 八八直選 爭取到一半 其實當日這個黃碧雲問得好 她說當日連對好先途 和這個時間表都沒有的 我們都答應 其實黃碧雲說了半大話 當日八八直選的時候 根本都不知道《基本法》什麼時候制定 也沒有八九民文 其實也看不到這個群眾的動員 也沒有一段這樣的歷史 你也沒有歷史的包袱 你黃碧雲也沒有歷史的包袱 剛剛搞 她應該在讀書 讀書 讀書 很簡單 這個設題完全是錯的 所以她做學者真是麻煩 很簡單 八九年的血是民主運動 就是香港民主運動 必然要討論的問題 1991年的港同盟的大勝 一定和八九年的六四政是有關 當日 只要你繼續譴責中共的六四屠城 已經穩住一席了 唯一失去的就是劉江華答王看宗 劉江華輸給劉慧卿 就造成了日後劉江華出逃的契機 一個誘因 好了 全部人都是喝一劑大的 就是人血饅頭來 好了 到了這個港同盟大勝 去到後期 蘇維華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港同盟和其他民主派系和民間社會力量的關係 他就毅然搞這個民主黨 這個也都有肥棒來到香港 他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政客 自己去啟動 英國人和中國政府的對抗 用民主做的手段 是他做的 他的改革 我不知道有沒有問過當時的民主派 很簡單 1991年 香港的民主派 就是港同盟大勝 走上去要分權 給這個魏玉順訓斥 沒有 那時候鬥過什麼 沒有 反而彭定康來到 就叫那些人選 你選立法局 還是選行政局 沒有得兼任 這樣 就以為彭定康說笑 一定會挽留 大家都說我要選立法會 立法局 因為他打算挽留行政局 OK 全部都出局 種下了自由黨的前身 啟聯和彭定康的牙齒痕 如果令到這幫有錢人走向中方 因為他看到將來的前途 都是中國 第二 現在已經搞了 走過去了 這個凌計 這個范徐黎泰本身 是英國人的走狗 走過去中方 其實就是這件事 因為他本身是兩國議員 被人搞了 好了 回頭再講回民主派的問題 好了 當斯洛華決定 組織民主黨 來摸下所有的民間 支持民主力量的時候 他就取了成就 他要速戰速決 所以就吸入了很多民主派 裡面現在的叛變分子 因為當日是勢大 只要捲入傳窩裡面 都有機會做議員 當日是三級議會 是不是 今天很多民主意念不堅定的人 就是司徒華突擊入黨的產品 他經常說中共搞突擊入黨 他不是嗎 突然間搞一個大黨吸納了人 用選舉作為一個宗族 你信我者槍 贏我者 這是第一 第二 當彭定康搞新舊組的時候 他投了彭定康的票 因為這個是彭定康想出來的辦法 不是他想出來的辦法 他就位於這樣 這個香港的泛民主派在議會上面 實力大增 是不是 然後到了這個共產黨在制定基本法的時候 那個我也不講 因為今天時間不夠講 我們不要講那個爭論 到了共產黨覺得 現在彭定康那個新舊組是三違反的時候 他們寧願不做這個 寧願不要過渡 都支持那個新舊組 因為他們claim了六席 好了 這樣的時候 就出現了臨時立法會的階段 因為中方覺得沒有直通車 他們都拿了性剛圈 為了香港的民主 寧願犧牲自己一年 這就是1998年他們大勝 1998年你只是說 我以前是立法會議員已經可以了 我以前是立法會議員 現在我要出來 我帶多叫何秀蘭的人都可以了 這個劉慧卿 票後的根源來的 1998年 香港人覺得中共太離譜 他們重回立法會那個運動 不費取負之力 亦都是香港有投票史以來最高投票率的 這個就是香港人給了一個期望 你夠膽頂中共 我就給你 好了 1998年 拿回個位 不思進取 對董建華 連賭董都不夠膽 拉拉扯扯 到2000年人就失望了 又被人給民建聯拿回位 好了 一直這樣拉拉拖拖 連賭董都不敢 就是這樣 到這個董建華 2002年 2001年尋求這個 再競選的時候 民主派基本上棄了權 由得他 這個董建華都搞到有700多個人投票 這個提名 上了一個醜劇 民主派做了什麼 2003年 到這個立法會 都是籌隨滿致的 當時 不敢動的 是因為 香港人頂不順董建華 頂不順23條 頂不順沙士 一波爆出來 是不是 從那一分鐘開始 民主派都還不敢叫董建華 下台 就是跟他在玩 是不是 那時候 帶好形勢 不敢談判 不敢叫董建華 下台 這個初陀歲月到04年 應該大勝界沒有出現大勝 那就震了 是不是再05年 我剛才說過歷史過程 從曾慶紅親出手的時候 他們已經太遲了 其實已經被人作了六票 在2003年 當曾玉成作為共產黨的代表 都說要搞元卓會議的時候 最好談判的機會 如果要談判就好 2004年 這個劉千克 就是劉千石 就是跟曾蔭權派下去的人 拉拉扯扯的時候 又是談判的時候 為什麼不談判呢 就是那時候的酬隨滿志 我覺得不談判 是拿最多席位的 只有一個解釋 如果用他們今天的邏輯 為香港大陸著想 所以其實 以前劉千石 劉剛華 葉錫欣給他們點個名字的人 你是不是應該平反呢 他叫了一本跟中途爭的 說笑兩句就有了 是不是 一個政黨 或者一種主義 是有理論的 是有理論的 有理論的 有理論才有理論的 是不是 沒有的 民主黨 你看他有什麼書 是說這些的 你看他五居公堂出過什麼文 做這麼大的轉變 除了是張文剛寫過兩篇 所謂長文燈的明報之外 黨是完全畫的 我問了 開一些黨員大會 沒有文件 什麼都沒有 怎麼討論 沒有分析的 是不是 所以說來講去就是 香港民主派的歷史 很簡單 英國人撤出香港之前 搞的民主那一輛 他們坐那輛車 因為英國一定會培養他們的 一定會有什麼事都找他們商量了 到回歸之後 他失去了優勢 被人打擊 逐漸逐漸 由於 中共站穩了一腳 站穩了一腳 也越來越有錢 大家越來越厲害 今天就做出了這樣的事 看不到錢 好了 這一節節目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再見